2021年6月,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提名和建议下,国务院委任肖泽宜出任香港警务处处长,与前任警务处长邓炳强的临危寿命不同。肖泽宜面对的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以逐步游乱向志,期待捍卫稳定的香港。 对于我在这个时候接任警务处处长一职,去继续能够维持这个得来不易的一个稳定,这个我绝对能够有信心这样去继续带领我们三万个警员的一个团队做到这份责任。 肖泽宜这份信心来自于从警33年中,在多个重要岗位积累的丰富工作经验。 被誉为香港警队实干家的肖泽宜,对于如何进一步维护香港社会稳定,有着充分的思考和行动。 全民反暴、全民反恐这件事是非常重要,除此之外,我们亦都做一些执法的工作, 我们会继续,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会高姿态巡逻, 除了我们军装的同事之外,我们亦都会派遣我们一些便装的同事, 加上我们一些特兴部队,另外一方面就是反恐演习。 我说的不是只是警队的反恐演习,也都不是只是其他纪律部队的反恐演习, 而是全民参与。 谈话间,肖泽宜不止一次提到全民这个词, 他用一组数据说明了群众参与的力量。 2020年11月,香港警方启用国安处举报热线至今, 已收到超过12万条次的不同信息, 为警方反暴反恐工作,提供了巨大支持。 在外部势力和恐怖袭击仍蠢蠢欲动的当下, 他希望着力加强全民反恐意识及相关训练。 铁腕执法的同时,肖泽宜十分看重宣传教育工作, 他倍感遗憾地表示, 许多涉案青年都是受到了假新闻和网络上一些煽动性贴文的蛊惑。 他希望香港市民,无论家长还是老师, 应深刻反思该如何灌输正确思想给年轻一代, 让他们不要轻易被人利用。 有一个统计,我们拉了一帮年轻人在21岁以下, 其实他们在犯法之前, 其实全部超过93%的人,其实是无案底的, 当中后面的人,一些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他们是害了几多家庭,害了几多年轻人, 很多家庭是辛辛苦苦, 是希望公书教学, 令到他们的子女能够有些上了大学, 到最终就是因为他们这一帮人, 而令到这帮年轻人是没有了一个前途在那里, 那这个是我一个好心的感受。 执法办案,肖泽宜不会手软, 但面对侮辱企图的青年人, 他却柔长百转,时常与他们悉心交谈。 看到许多涉案青年的回忆, 肖泽宜再次对全港发出呼吁, 希望社会各界能给予他们重新出发的机会。 我亦都曾经去入过一些诚教院所去探望他们, 我见到很多其实现今都后悔, 我觉得亦都应该要给一个机会给他们, 即是去重新出发, 当他们已经去承担了他们的犯法后果之后, 当他们感到后悔之后, 是否可以给一个机会给他们去继续他们的学业, 又或者是有些人是可能他们想找一些工作, 我们又是否有机会可以给他们去重新出发去找一些工作呢, 我相信在个社区, 在个地区很多有心的人士, 其实是可以帮到手, 这个是要靠不单止警队, 其实全香港不同的人不同市民都应该是可以大家出一分力可以做到这方面的工作。